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展示给大家看 什么叫做司法跟党密不可分 因为民进党的粉砖就告诉你说 民众党没有说的真相 然后还发了系列的图文 然后讲说面对的三项指控 真相是搜索票的范围是 柯文哲位于民众党党中央的党部的办公室 还有他所使用的橱柜 夜监真讯也有休息时间 生压是为了避免串供 检调侦办精华成案 实施的侦查调查作为 都是严守这个法律程序 呼吁民众党不要胡乱指控 怎么好像变成了这个 北院还是北检的这种 什么相关发言人 觉得好奇怪 你不是民主进步党的粉砖吗 就立刻遭受到各方的质疑 很多网友下去留言讲说 你这是不是在指导办案 你怎么会去讲这些事情呢 所以是在替北检发言吗 人家讲说这个 以前不是曾经有人去北检上面 升了民进党的党旗 现在大战 未卜先知啊 原来真的是这个 有党来管这个北检的吗 那你看到这个逆风之后 民主进步党赶紧删文 那讲说 有关上一篇文章 因为提及近期重大法律案件 争议说明 那恐怕会让人有不当联想的疑虑 所以予以删除 所以你看看 这个不是说行政不可以介入吗 不是说司法是独立的吗 立刻打脸了赖神 那再来 这延伸的讨论在PTE上面讲说 请问党国部分的英文怎么讲 这不是真的教你学英文 因为你看到大家下面的回应都是 DPPDPP一片刷满了DPP 这就是党国部分的最新英文 那再来这个民进党还喊 说要尊重司法 你看吴斯要讲说 对司法不敬 民众党鼓弄民粹 对司法办案进行政治施压 我都不知道 这个民众党 已经大到可以对司法政治施压了 他说对司法非常的不敬 立刻又被大家给吐槽 就说这个要给民进党推一下 因为搞民粹 他们才是大师 然后还讲说 这个绿营司法只能为党服务 做贼喊做贼的至高境界 还说民进党真是超恶心 这种话也敢讲 那你看到黄国昌就出来讲 吴斯要你那忘了吗 是哪一党的委员 带队去司法部 踹破了司法部长的门 这一幕太经典了 大家都没有忘记 这你民进党邱毅营 你怎么好像讲的一副 你们才是这种 最尊重司法一样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司法是不是只能拿来办政敌 对比看看 这个柯文哲跟林又昌 林又昌也有一个大日案 样太虽然有些不同 但是在人民眼中 都是官商勾结类型的一些弊案 那可是两岸的司法待遇 你看这个处理柯文哲 上穷必落下皇权的往上办 然后兵分五十路这样子办 那可是处理这个林又昌搞得好像林又昌跟这个案子没有瓜葛 就是大日公司跟基隆市府的临时人员 所以这个火就没有烧到林又昌设下了断点 这是不是有点太天壤之别了呢 还有高雄现在大家也在检讨说 国宾饭店的容积率 达到1142人的一些争议 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成期卖奖法 他说楼层高的大楼必须要经过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 然后还有交通影响评估啊 环境影响评估这些程序哦 所以会对于个案严加审查 所以他说说是合法 他就是合法了 是这样子吗 那邱怡轩就讲啊 他说呢2号的时候 他正式发函高市府的政风处询问 那公务处呢疑似不当核定了国宾饭店的危劳奖励案哦 那高雄市政府的这个政风处就回应了 他说这个议员 含请本处查查 国宾犯罪的奖励 以及澄清湖棒球场相关案件 已经向相关单位了解 然后积极审查中 易规定办理 那反正呢 就是议员举报 到底有没有用 他说这个报告都是保密嘛 看起来都是空白嘛 所以是不是水很深 要翻也翻不过去呢 那再来 我们龙界先还提报一个事情 刚刚这个巧欣也有讲到 大家喜欢用ATM存款 但是呢 有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啊 他ATM存了两千万哦 那去ATM存不一定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台北市近年有一个案子呢 被压了下来 民进党政治人物每天去ATM存了十万块 存了两千多万哦 这个案子被压下来到现在还没有办 是不是看颜色来办案呢 我们来问一下巧欣怎么看 其实昨天在民主进步党 他一开始po这个脸书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我也吓一跳 第一次有这个政党 然后呢 直接帮这个北检来背书 那说真的 因为北检的这些各种的失误 尤其他们当时号称说 办柯文哲叫做天下第一组 结果天下第一组 把案子办得这么辣叉 所有人都非常的傻眼 那所以呢 民进党就制作主张 然后呢 就开始做了精美的图卡 资讯来源还是来自 他底下有写 是来自于自由时报 所以呢 自由时报 然后民进党 然后跟北检 三个三位一体加在一起 做成了一个精致的图卡 做成懒人包 告诉你 北检没有错 那结果大家就觉得说 那难怪先前有人在北检身上 这个民进党的棋子嘛 你一个政党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今天你如果是政府体系 你去问这个法务部 法务部出来帮北检讲话合理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是行政部门的关系 可是那你民进党 你跟这个北检是什么关系 那你民进党是不是也是在等着说 看北检可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 去随便积压他人 甚至去栽赃他人 罗资罪名直接关起来 那因为没有做到 然后你的支持者轻描很不满 你就赶紧帮这个北检 然后呢 这个降降自己支持者的火器 我觉得最主要是这样 因为那天晚上这些 因为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他会被羁押 因为坦白说这个案子 如果北检他有能力 能够好好办的话 其实被羁押的机会是蛮大的 当时所有的评论员都这么讲过了 结果北检在羁押亭上面 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 然后还甚至这个公然说谎 我们刚刚讲到了 所以最后人家无包请回 你知道吗 那些青鸟可能都快气死了 本来大家都守在这个直播前面 等着他被羁押一大堆 蓝的跟绿的都有 结果竟然是这个直接无包请回 那你想民进党的支持者有多生气 他们气就出在北检身上 所以民进党为了要去安抚那些青鸟 才赶快做图跟他们说 北检也没有这么差 所以我必须要说 像刚才讲ATM的部分 谢龙界已经说了 先前就有媒体爆料 而且这件事情 我知道关键的人物是谁 ATM去存入 每天都在存 每天几乎每天都在存 因为2000万你要去存ATM一年的话 那你每天几乎都要往银行跑 去存ATM 然后当时林秉书事件的时候 就已经有查到了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每天去ATM存10万 存了2000多万 这个案子不仅没办 连在当案的起诉书里面都没写 因为认为跟本案无关 因为认为那是办高家瑜的家暴案 结果办一办办出了案外案 办出案外案之后 那个案外案就直接消失 直接消失就不办了 照理来说北检你案外案看到之后 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有可能涉及贪污或财产来源不明 你不是应该要主动分案争办吗 你说小新是不是有去提高这个事情 我提高的不是这个事情 我提高的是林秉书其他的事 但是北检也轻心放过 我提高的是林秉书假装自己是国安人员这件事 这是有犯法的 结果呢 北检给我的回复是不起诉林秉书 因为他说查无实据 然后在另外一边办核心疫苗案的时候 里面又起诉书提到说林秉书自称自己是国安人员 那我请问你北检 我去告的你告诉我说你没查到 然后核心内案查到了 那请问你这个北检你办案是办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大家对于司法检调是如此不信任 就是因为他们就很常胡搞瞎搞 导致于今天需要你办案的时候 你连办案的能力难道都没有了吧 好 来请教惠恩哥 好 这个北检就是都是徐晓卿在骂 北检你手上有徐晓卿的案子 千万不要客气 你还没传我 我讲一下 不是说徐晓卿泄密吗 那个什么乌克兰什么捷克那个什么公文吗 赶快啊 还让他这边大小声 说要禁见啊 几个月了啊 四个月了 五月嘛 那个吴昭燮不是赶紧扣什么 赶快把他抓起来 好不好 不是说他什么 诈欺的 诈欺的共犯洗钱 什么抄袋什么的 对不对 好不好 不要跟他客气 我学长会去送那个送客菜的 谢谢 温馨 你不是说 我讲一下媒体 因为翟萱这几天 很多人都讲说 柯文哲拒绝预见证讯 然后检察官就当庭逮捕柯文哲 拒绝预见证讯就当庭被逮捕 大的报纸 大的新闻台 大家一起乱写一通 我就不要再点名了 因为我得罪很多人 其实是这样子 他中间有一个 他拒绝业见证 他说要离开 他才逮捕他 好不好 拜托大家不要再乱写了 我说你们这些媒体 你报纸和新闻台 闭到这么大间都黑白纸 因为他有做这个东西 他两度告诉检察官说 我不要夜间讯问 你让我休息三个小时 我也不要 所以检察官最后才当庭逮捕他 他这个过程是这样子 好 请大家不要再以耳传人 那这个今天早上这个记者会 当然我就跟你讲说 这种像民众党团 这干嘛 一定要是全力的去声援科匹 这个没有问题 那你看黄国昌昨天的直播 线上两万三千人 馆长打悟空是一万多人 然后黄国昌这个直播两万三千人 然后当然也是一面倒的去帮柯文哲 这是柯文哲的脸书 帮柯文哲喊冤 没有关系 观众朋友我几个部分跟大家报告一下 简单就好 柯文哲的几个抱怨 他说清晨搜索 你看他里面清晨搜索 我要告诉柯主席 行政室网规定日出就可以搜索 你不是说号称离七点半上班 人日出去搜索 你抱怨什么 据媒体的报道说六点二十 检察官就到他家了 结果门里没有人印 我跟各位讲 这个叫做优待你知道吗 因为规定日出就可以搜索 如果你是一般人 你按门里没有人印 他就破门了 已经给你优待了 你还抱怨 然后他说 抱怨说党部被搜 我要告诉柯P 这55张搜索票都是法官核准的 你不是都拍法官的马屁吗 你去骂法官 你搜索票为什么要开 我们民众党的中央党部 对不对 然后你说编故事 你说扣到什么电脑什么 就去编故事 没有关系 我跟各位讲 我们来期待起诉书跟判决书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收押柯文哲 但是这个金华城的案子 刚两位前卑讲的 我觉得柯文哲还是会被起诉 最后柯文哲想说 我被那个压迫跟凌虐 把自己做造成政治迫害者一样 我被压迫跟凌虐 柯P 柯P 你不要再说谎了 你音讯的时候 你的律师全程在场 你是遭受什么压迫跟凌虐你讲 那我请问你 你那两个律师是塑胶做的吗 你被压迫理念的时候 他们都在打电动吗 无动于衷吗 不要再说谎了 好不好 你说你通通都不知情 你都没有过问个案 应小微开了几次便当会 应小微开了几次协调会 你只是彭正森几次 所以我对这案情 我相对我是比 让小新批评北见我是同意 但是我比较乐观地说 因为这案子有四个人被收押 这四个人直接间接 都跟柯文哲有关 我就期待这四个人 宅宣这个征讯的时候是这样子 要录音录影之前会闲聊 把借题出来会 那个正房车 车上去聊天 比如说我跟小新聊天 然后徐永廷坐在后面 小新你知道吗 柯文哲无保请回 故意讲出来 然后后面的大家 没有 我跟小新聊天 刚好被后面的听到 他们可能都不小心 因为收押境界是不能看报纸的 那他们知道 柯文哲无保请回 然后我被收到境界 你老师咧 待会 慢慢看 大家不要急 深压失败 小新讲的没有 真办的不好 可是我要告诉你 检察官手上的筹码跟武器 还有很多 好 宏廷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整件事情 大家来回想一下 就是说 我不希望司法办案办到最后 大家对检察体系失去信息以外 我觉得现在全台湾民众对 侦察不公开这件事情 也失去信心 侦察不公开这个法 当初在写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 是希望保护当事人的社会名誉 所以希望说在一切调查过程当中 他都要侦察不公开 可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侦察不公开变成什么 变成特定媒体放话的工具 所以在这里面 你说在前一天 大家一直在看就是说 什么样的金流 什么样的这些部分 全部都是媒体放出来的 依据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我们社会就有一个判断说 好像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件 那现在看起来是整个逆转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就是把侦察不公开修掉 把它变成侦察要公开了 干脆公开才能保护当事人 我觉得应该修法 把收押禁件废掉 对 另外一个部分 不要收押禁件 还有就是说侦察不公开要有罚则 你如果不修这可以 那你侦察不公开的罚则要很强 要强大到就是说这些媒体 就是说不敢变成特定管道放化的工具 这一点我觉得最重要 再来就是说确实如同辉文各所讲的 就是说你吴宝请回这些部分 跟最后图例到底会不会成立 这些是两码之事 但我认为就是说 检掉在处理这些案子的时候 既然它是一个这么大的案子 而且涉及这么样高级的政治人物 你不能够出现像刚才我名字在骂的 这些瑕疵 什么人回来的不知道 然后在这个地方用不对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去做所谓的不当的 这样的一个训问的这些过程 那你连确定都没确定 监听都没监听 挂线都没挂线 掌握人 掌握关键证人的这个部分 都没有掌握到 那这样子一边 一边是数字很明确 你看像沈静晴跟什么印小卫这部分 那整个数字都很明确都出来了 另外这对柯文哲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到最后 然后包括彭正森 我们刚才讲的 你那收拾的这个条件 他的收拾条件其实已经被消灭 就积压的条件已经被消灭了 因为扫回来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办这么大的案子 不能有这么大的瑕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今天确实会让大家感觉到 柯文哲有罪无罪是一回事 可是你北柬押人取共这件事情 看起来是成立的 因为他中间有太多的 他中间有太多的瑕疵 跟太多的不重视跟不注意 如果你针对郑文哲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跟你讲 其实按照这个逻辑 那陈明文当初在高铁的那些钱 他应该也会压了 然后再来找说这些金额 到底从哪里来 那郑文哲的案子也不会只单单的 判这个500万的这件事情 也会把所谓的这种高铁站 这些东西都会去处理 那按照这个逻辑 陈忠彦快筛这些 当初早就先压了再说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司法要给民众信心 真的要好好的办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王正满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